大家好,我是Wenray 今天是2020年的1月24号 今天早上起床以后看到一个消息 我就感觉整个这个事情 正在朝着一个更不好的方向在发展 什么消息呢 就是我看到有几个人 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拍摄到了一个事情 就是在北京的小汤山医院 有人也把它叫做小汤山疗养院 然后有很多的救护车在进进出出 就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为什么这样呢 就是我看到有一位男士吧 他在拍视频的时候 他说就是这些救护车 站在把小汤山医院里面的患者往出送 然后这为武汉肺炎的患者在做准备 他是这么解释到 当然具体原因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看到这个事情以后 我还是感觉到很紧张 因为这个医院是小汤山医院 谈到小汤山医院 可能很多年轻朋友不一定清楚 但是像我们这种经历过非典的人 都是知道的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呢 可能这些年大家有一些淡忘了 但是一旦有人提起这个名字的话 大家就能够想起当年的非典和当年的那种情形 当年在北京的话 2003年就是整个非典的人数非常多 然后很多医院他的医疗设备已经不足了 然后这个医院当时是在一个星期左右吧 四月末一个星期左右就给他建起来了 速度非常快 然后他当时进去的患者呢 几乎就都是非典和这个疑似 还有非典疑似病例的患者 所以呢就是谈到小汤山医院吧 大家马上就能想起非典 就这样一个概念 现在的话呢 在这个医院里面进进出出很多的这个救护车 那他肯定是和我觉得和这个武汉肺炎是有关的 或者说我们可以猜测在北京呢 目前他的这个武汉肺炎的压力已经很大了 当然我这么说 肯定有很多朋友不一定赞同 他说文睿你不要老是大英小怪的好不好 文睿你不要这样行不行 现在的话北京呢 他也是在未雨绸缪吗 在准备吗 对不对 你不要老这样随便说好不好 其实吧 怎么说呢 以我对中共的了解 中共是这样 出了事呢 他就没有什么感觉 这个事情已经扩大了呢 他还是没有什么感觉 这个事情已经非常严重了 他可能还会隐瞒 到什么时候他会有作为呢 他会做一些事情呢 就是这些事情已经发展到了 触及到这些中共的利益 触及到他们的统治 触及到他们的体制的安全 他们才会有些动作 所以说就是小苍山医院这个事情 大家千万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是这样的 然后呢 我说这个消息呢 很多人还会说 哎呦文睿这个现在吧 一定要稳定大家情绪 你不要没有根据 就随便乱说 还会有朋友这么跟我讲吧 怎么说呢 其实我也不是乱说 我就是在根据具体的情况 在分析 供大家参考 对吧 那大家希望我怎么说呢 我像跟武汉市政府那么说吗 武汉市政府在十六七号的时候 还说 我们只有四十几例病例 然后呢 我们这个病啊 没有发现明显的人传人迹象 然后也没有新增病例 等等 对吧 然后后来是什么情况 到今天什么情况 大家都看到了 对不对 不用我多讲 那我按照那个口径去说吗 我那么说才是保持社会稳定吗 大家觉得呢 我就是希望把真实的事情告诉给大家 起码我觉得真实的 或者是我的一些分析告诉给大家 大家去判断一下 然后呢 保护好自己 在当下 没有什么比大家的这个健康和安全更重要的了 我就是这一个心思 对吧 这些天呢 我做了很多视频 就是说我觉得我是 对于这个武汉肺炎说的比较早的自媒体 其实呢 我也我是一个 其实我不太愿意吹嘘一些什么 就是说我的预测多么多么准确啊 其实很多时候吧 我预测 我知道是准确 但是我不说 反而我会把我预测不准确的拿出来跟大家讲 但这次武汉肺炎这个事呢 大家可以看看我前期那些视频 几乎预测都是准确的 对吧 从最开始在泰国出现第一例的时候 我就说这个事情可能有问题 我当时质疑了很多点 从那个时候开始 后来泰国就是全球泰国出现两例 然后日本出现一例 我当时就按照我的那个演算的方法 我就粗算武汉至少500例 而且这是至少至少500例 应该更多当时 那个时候就有很多人过来说 你不要这样讲 你不要这样说 对吧 要保持稳定啊 对不对 不要让社会比较紧张啊 对不对 很多人就这么讲 然后后来呢 我就提到武汉的情况可能失控了 大家还是这么说 但是今天大家看看这个情况是什么样 对吧 我再强调一遍 我不是说我预测的多么准 相反我是一个什么心情呢 我希望甚至希望我的预测是完全错误的 完全错误的 希望大家都是安全的 对吧 但是今天是什么样 我当时预测的 比如说我说这个事情呢 可能会往东走10公里 对吧 往东走10公里 现在情况是什么呢 不仅验证了我说的是对的 反而他往东不仅仅走了10公里 走了20公里 30公里 走了100里了 是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我说的话呢 大家听一听 仔细去分析分析 对吧 可能对大家会有好处 然后咱们再把这个话题呢 就是返回到北京这一块 北京的话呢 现在呢有26个确诊病例 那我说到这就说 哎呀 26个 你这个 不要老是大型小怪的好不好 你看 大家还是这样的一种思维 26这个数字小吗 大家觉得 不小 很大呀 为什么 我给大家分析一下 在17号18号那个时候呢 武汉爆出多少例呢 62例 26乘以2 52 再加10 就是62 26和62 差得多吗 不多呀 大家 对吧 武汉的这62例 是从什么时候 到什么时候积累病 是从12月末 到大概1月17号的积累病例 这是将近20天的时间 积累到62 62的病例 北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记得非常清楚 4天前发现 北京有案例 到现在 这张四天的时间 就积累了26个病例 那有人还会说了 那武汉他们当时是造假 现在北京是不会造假的 北京这边 现在已经这样的情况 它怎么还会造假呢 那是大家太不了解中共了 太不了解北京那个体制了 这个26我是不相信的 它肯定会有问题 为什么 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武汉现在多少病例 大家知道吗 官方报道出来的是495个病例 我再说一遍 武汉现在官方报道出来的病例 是495个案例 大家信吗 大家信不信 我再问一遍 495个案例 大家信不信 在武汉都这样的情况了 都已经封城了 对吧 大家看看那些视频 就是排队等待检查的人 一排一排的 很多医院都挤了很多很多人 大家信吗 都已经这样了 还是495个案例 然后呢 武汉周边城市 刚才有一位朋友 给我发了一个信息 就是挺感谢他的 这位朋友 不知道看没看我视频 他说 里面他提到了很多信息 里面有一个信息 我跟大家说一下 在武汉黄石 他说在武汉黄石 不是武汉周边的吧 就是湖北黄石 有一个地方 发热的人群 已经达到了1000多人 但是我查了一下 湖北爆出来的黄石的案例是什么 是疑似10个案例 就是没有确诊案例 1410个案例 对吧 这位朋友说 有1000多个发热案例 这个网上我已经看到这个消息 不是他不报给我 我看到网上也有这个消息 但是官方的报道是1410个案例 就是14 这边是1000多个发热 大家觉得呢 差多少 对不对 也就是说 在武汉和武汉周边 已经这样严重的情况之下 他的那个数字呢 还是如此的不真实 对吧 现在有人不说我们在武汉 应该有上万人已经染病 或者是疑似病例了 对不对 那么 武汉都能这样 目前的话都能这样的隐瞒 那么北京呢 北京它 不是还要 还是那种维稳思维吗 要保证稳定吗 对不对 还要开两会 对吧 两会这马上就要开始了吗 还要这个 这个过年 对不对 26个案例 大家信吗 这些天 就是从12月末到这些天 从武汉走出去的人 我看到昨天韩国媒体报道 武汉已经有将近一半的人走出去了 将近一半的人走出去了 然后这些天 坐飞机到北京的人 大概有五六万人吧 可能又增加了一些六七万人 这样的一个规模 这是坐飞机走的 到北京的人 那么 做其他的途径 比如高铁火车 对不对 到北京的人用多少呢 对吧 肯定更多了 坐飞机的人是有钱人 坐一般火车 就是高铁的人 可能会更多一些 而且很多很多的去东北的 去内蒙其他地区的 什么大连 沈阳 哈尔滨 对不对 这些他们都要经过北京中转 他们会不会在北京停留 这又是多少人 大家就可以去考虑考虑 所以 看到北京小汤山医院这个情况 真的 我是觉得这个事情很严重 大家也去琢磨琢磨 不仅仅是北京 还有上海 广州深圳 这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北上广深 这四个地方 看看会是一个什么情形 我觉得这里面 肯定还是会有隐瞒 而且隐瞒的数字还很多 所以我现在真的不是很乐观 然后我们再把目光 投向这个湖北这个地区 就是说武汉现在被封城了 大家都知道了 然后陆陆续续的 还有一些其他的城市也被封了 看这儿呢 其实我是挺悲哀的吧 就是两天前我做了一个视频 我当然提到有两个问题 就是很多人都忽视 就是武汉有很多这个兵力 那武汉周边的城市 为什么没有 当时我提到呢 除了武汉以外 就只有 当时黄岗好像有一些案例 其他地方都没有案例 但是 就这么两天过去了 从官方完全没有案例报道到封城 这个跨度是非常大的 大家觉得呢 大家觉得怎么样 完全没有 就连离寺都没有的这个一个城市 今天就给你封了 就是这样 所以中共的那些话 中国媒体的那些话 大家还能信吗 如何再去相信呢 所以大家那个就是要有一个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 现在 那有人这么说 说文瑞你就是 对了 还有人说 说我是那个就是 就是什么 就是 炒就是那些那词怎么突然想不起来了 还有人说我就是幸灾乐祸 对对对 这个大家真是太远我了 幸灾乐祸 我现在现在的紧张的心情跟大家差不多 真的 韩国的情况 其实你说跟 海尔滨 跟长春 跟沈阳 跟大连有什么区别啊 我给大家提供一些数据啊 就是这过年前后要到韩国来旅游的游客 中国有多少人 十几万人呢 十几万人 这是中国游客 那么韩国人呢 对吧 本来现在就过年嘛 到韩 回来过年 这是韩国人的一个习俗嘛 他也是回来过年 韩国有些年 然后呢 再加上在中国有这个武汉肺炎 很多韩国人 大家都是希望自己安全对不对 自己家人安全对不对 那他们就会 脱家带口的从中国 他们长期在中国生活嘛 脱家带口都会回到韩国来 那加起来多少人呢 我估计加起来怎么着 也得有三四十万得有啊 那么韩国现在面临的又是一个什么情况 对吧 好在韩国他的信息比较透明 可能医疗设备的稍微整体上的好一些 但是呢 韩国面临的情况呢 一点都不比中国东北那面面临的情况 说好多少 所以大家说我幸灾乐祸 真的 你们真的是冤枉我了 我是很紧张的 而且我现在希望中国能够好 真的 不知道这个事情大家能不能理解 然后 再有就是 这个 现在习近平他整个的处境 我就看整个现在中共高层的变化 好像声音很小 也就是说习近平现在他 还是以前我分析的那种情况 他现在就是没有人帮他 而且很多人还是在看他的笑话 特别是他那些反对式 就是在等着看他的笑话 对吧 他们也希望通过这次这个整个的这个情况 就是武汉肺炎的情况 进一步削弱习近平的权力和影响力 然后呢 他们就说习近平那你来吧 你看看到底有多大能力 我看到整个的感觉就是这样 好像现在中共高层对于武汉肺炎这个事情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 好像很平静 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人站出来啊 或者是怎么样的 所以呢 这次这个这个情况 在咱们再看这个湖北的情况 湖北就是说 有一些城市被封了吗 那么 没有被封的那些 湖北市没有被 湖北省吧 没有被封的那些地方 就没有人有病吗 他们会不会再往处走 对吧 那你能把整个湖北全都封了吗 湖北六千万人 这将是多大多大的影响啊 就是这样 反正就是心情有点沉重吧 然后呢 最后呢 就是说 我想跟大家聊聊我的一个想法吧 我的一点想法就是 我呢 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了 这个我已经说过很多次 大家都知道了 现在这个情况呢 有些话呢 我觉得我有必要跟大家来说一下 当然 您信还是不信 那是在您自己的选择了 我没有别的想法 只希望 我跟大家说这些内容的 唯一的原因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健康平安 没有别的想法 就是什么呢 中共它整个这个体制啊 它做的这些坏事呢 就是说希望大家吧 能够不要去为中共去背黑锅 希望大家能够从中共这个体制里面呢 就退出来 法轮功学员一直在讲这个退党 退团 退队 保平安嘛 很多人呢以前不相信 甚至嘲笑法轮功学员 这个呢 不管你信不信吧 如果你希望在这一次武汉肺炎的过程当中 你希望能够自己能够健康平安的走过去 我教给大家一个方法 就是你退党 退团 退队 退出共产党 退出共警团 退出双线队 你可以翻墙哈 就是上这个大纪元网站 你就可以看到退党的这个网站 同时呢 如果你觉得没有其他途径 你可以找那个法轮功学员 你周围认识的法轮功学员帮你退也可以 或者是你觉得没有办法 你可以在我下面的留言也可以 就是你退出来 你的党员也好 以前入过的团员也好 双线队 哪怕你只入过双线队 你要退出来 完全跟中共划清界限 完全跟中共脱离出来 这个是第一步 各种各样的方式吧 如果你不了解 你可以在下面问 留言问 你说怎么样能退出来 你也可以问我 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是什么呢 就是希望大家在内心吧 默念 真善人好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法轮大法好 希望大家在内心能够默念这句话 因为什么呢 我修炼法轮功很多年 就是很多事情 就是我们经历了很多非常神奇的事 包括我自己 就是经历了很多很神奇的事 以前我有严重的抑郁症 最后全部都康复了 然后大家默念这句话 我相信就会有上苍 有神会保佑大家的 因为这些话 其实我跟大家讲的很少 我几乎不讲 因为很多人不相信嘛 但是今天到了这样的一个局面的话 就是说单靠谁去保佑你 这个保护你是很难的 大家只能唯一依靠的就是 依靠上天 依靠神来保护你 首先你要反省自己以前的那些过错 诚恳的反省自己以前做的那些错事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退出共产党 退出共警团 退出少先队 我再强调一遍 你是少先队也得退出来 然后希望大家在内心真诚的默念 真善人好 法轮大法好 我再说一遍 这个事情我跟大家讲 如果大家不理解 我也没有办法 但是你做的话 对你没有任何损失 没有任何损失 对吧 你去做呗 第一的话 它要是有用的话呢 你不就得救了吗 你不就能够走过这个武汉肺炎这个阶段吗 对不对 我没有任何别的想法 也不是想让你 也不是说去让你练法轮功 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走过去 如果大家有不懂的方便 可以给我留言 然后我会给大家一些解答 今天是三十吧 本来是应该说一些喜庆的话 但是看到目前的这个情况呢 也是 嗯 我跟大家都是在一起的 在韩国离中国也是很近的 情况都是一样的 希望大家吧 都能够平平安安的走过这段时期 好 我会陆续去关注这个事情 然后给大家就是播报一些视频吧 然后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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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